第九十五集 孤独终老 虽然内心里一再地警告自己 不要陷进去 不要陷进去 但是杜曼雪发现自己真的在慢慢地陷进去 他已经记不得自己上次竞乱是什么时候了 那种死过去的感觉让他回味无穷 喂 你怎么了 莫小玉挂了饥可心的电话 问依然被自己压在身下的杜曼雪道 没事 被你压得抽筋了 杜曼雪脸色飞红地说道 莫小玉赶紧从杜曼雪身上滚了下去 他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但喘气均匀了一下 杜曼雪睁开眼看着莫小玉怨怒道 你这个混蛋 你不占我便宜能死是吧 你和他聊天 你提我干什么 嘿嘿 你们不是好姐妹吗 他有困难你不得帮一把呀 哎对了 是康良平的管大还是你的管大呀 莫小玉坐在床前的椅子上 看着依然大字形躺着的杜曼雪 内心里一阵冲动 但是又忍住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真的想让我帮极可心啊 我怎么听着极可心好像要辞职啊 那还用我帮他 杜曼雪虽然是极可心的好姐妹 但是如果是极可心求他 他很可能会出这个头 但是莫小玉替极可心求情 杜曼雪心里就酸溜溜的 所以没好气的对莫小玉说道 我哪里是要你帮极可心啊 我这是在帮我自己 你想啊 极可心这事完不了 那伙人还会再找我的麻烦 我总不能在外面流浪一辈子吧 我得回唐州啊 我还得上学呢 莫小玉说道 哦 说了半天 是要我帮你啊 你早说啊 杜曼雪白了莫小玉一眼说道 对了 师姐 你这么年轻 你真的就打算这么混下去啊 你不想在仕途上再进一步了 不想 一个女人家搞什么政治啊 我现在是心灰意冷了 杜曼雪说到这里 脸色又暗了下来 她不由地想起了自己悲惨的生活 那真的是要多惨有多惨 到了这个年纪 嫁了三个老公 死了三个 难道自己这后半辈子 就注定要孤独终老了吗 莫小玉看到杜曼雪心情不好 也没有再招惹她 乖乖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等着姬圣洁来交易 一直到夜里 姬圣洁才赶到了洛京 不过让莫小玉惊呆了的 是姬可欣居然不哼不哈的也来了 在他们敲响莫小玉房门的那一刻 她简直要疯了 你怎么来了 莫小玉问极可欣道 陪我弟弟来的呀 他一个人家里不放心 再说了 我也想来看看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不会是和别的女人鬼混吧 极可欣一进门就到处找 但是找了一圈 连个女人的毛都没找到 这才高兴地坐到了大床上 而且不顾莫小玉和姬圣洁都在 非常没有形象地爬上了莫小玉的大床 看得姬圣洁也是直摇头啊 好好好 你们谈你们的 我不掺和 姐夫啊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瓶子 对 你好好看看啊 我不骗你的 莫小玉坐回到床上 一伸手搭在了极可欣的屁股上 在金圣洁没有注意时 捏了两把 极可欣居然没有反抗 莫小玉一惊 看向极可欣 发现这女人啊 居然是 媚眼如丝 还调皮地伸出舌头 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看得莫小玉是心神大乱 姐夫 你的本事可以啊 我刚走你就捡了个大漏 你告诉我 是不是金刚头卖给你的 不是 我是在谷玩市场买的 不信你可以问问金刚头 莫小玉将了姬圣洁一军 金刚头现在恨姬圣洁恨的是死死的 姬圣洁哪还敢给他打电话呀 哎 姐夫啊 你花多少钱买的呀 姬圣洁笑嘻嘻地问道 你管我多少钱买的 赶紧的 你要是不要 我可以卖给别人 给我钱 我还得支付这瓶子呢 莫小玉不经意间说道 什么 姐夫啊 你还没给人家钱呀 你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 嘿 这套狼还是套狗 那是我的事 给钱 你拿东西走 莫小玉不耐烦了 那主要是饥可心躺在他的身后 一只手居然伸进了他的腰带里 虽然腰带没有解开 但是饥可心修长的手指 还是可以伸得很深的 不是 姐夫啊 你便宜点吧 一百五十万行不行 我姐都给你带来了 你们今晚 是吧 鸡胜杰做了个鬼脸说道 莫小玉看了看鸡胜杰 用扭头看了看饥可心 对他说道 新姐 你弟弟说了 你值五十万 五十万陪我睡一晚 你这也太贵了吧 鸡胜杰突然坐了起来 拿着一个枕头扔下了鸡胜杰 滚蛋 哎呦不要 滚 鸡胜杰猝不及防 差点把瓶子扔出去 于是求饶他 好好好 哎呀 真是女生外相啊 姐姐 你这还没嫁给他呢 你就开始向着外人了 不过这小子还算是实相 老了实实的交易完成 把瓶子拿走了 不过 钱不是现金 是转账 最快也要到明天才到 不过呢 这小子走了之后 莫小鱼大松了一口气 看着侧躺在床上的鸡可心 莫小鱼不再犹豫 脱掉T恤衫就扑到了床上 但是就在鸡可心被莫小鱼压在身下后 说了一句话 把莫小鱼的满腔激情交了个透心凉啊 诶 动漫雪呢 怎么不在你这里啊 鸡可心虽然在莫小鱼的身下 需要仰视莫小鱼 但是此时莫小鱼觉得饥可心才是自己需要仰慕的人 啊 什么意思啊 什么杜曼雪啊 莫小鱼故作不解的问道 莫小鱼 太小看我了 前段时间我去欧洲时带了两瓶香水回来 一瓶给了杜曼雪 一瓶我自己留着用了 再说了 你那空手套白狼的话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也就姬圣节那个傻蛋会信 你没钱 就是遇到了好东西你也买不起 我一闻到香水的味道我就知道 他在这里呢 你们是不是上床了 鸡可心依然是笑咪咪的 但是笑得莫小鱼心里有点发毛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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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绝对没有啊 莫小鱼矢口否认的 是自己做的 自己承认 但是自己没做过的事 坚决不能认